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错 两队都有一些主要的球赛 对 包括泰山这边 这个克里桑我们知道 这个上赛季也是球队的最佳射手 也是因为受伤不能出战 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有损失的 是 我们看开场这个灯光秀 让我们感觉非常这种 就是欧化欧洲这个球连 现在都是这样进场 这个体育场呢 其实我在这里也踢过比赛 但是呢你看现在跑道没有了 而且它的这个替补锡啊 其实是下沉的 是 这跑道也没有这个体育场的分位 一下就拉近了 因为这个跑道 它有将近20米的距离 对 无稀 在前呢我们先进行 升国旗奏国歌的仪式 我请新年轻的舞台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们确实有一些 这种超期服役的裁判员 而且他今天这场比赛 打过了之前 郭宝龙保持的记录 他将这场比赛之后呢 是在中超赛场上 出场年龄最大的主裁判 这是我们也向 王哲主裁致敬 今天第一助理裁判 是曹毅 第二助理裁判 是刘兴 然后第四官员 是牛明辉 今天的威亚裁判 是玛丽 他的助理是马强 我们看今天 山泰山的手法 山泰山 今天的阵型上 应该可能还是一个4-3-3 或是4-5-1的阵容 球队之前 在超级杯尝试了 三中位不成功之后 今天应该恢复回去了 贝莱尼 孙准浩 以及莫伊赛斯 这球队三名外援 组成中场 后方线呢 石科和贾德通 作为中位 韩荣泽门将 左边后卫呢 今天新元 孙国文大 右边后卫是六号盲童 封线上 七号郭天宇 作为中锋 他身边的两个边一侧 一边是陈浦 陈浦 一边是刘洋 这个山东的这个球迷 确实热情 刚才已经跟我们纠正了 说克雷桑不是受伤 是停赛 是停赛 克雷桑呢 因为在足鞋杯的 这个红盘呢 停赛了三场 他停赛三场之后呢 超级杯的比赛呢 那场比赛 后边还引起了 比较大的争议 说他因为没报名 本来以为那场比赛 能抵一场 现在目前来看的 前三轮 克雷桑都要停赛 我们看这是上海深花 今天的首发阵容 上海深花阵容呢 同样是4-3-3 在他们上赛季 打了一个赛季的阵容 但是今天首发阵容当中呢 有多名新员 闻将是马震 两个中卫 蒋舍龙 朱春杰 这是从小一起的搭档 左边后卫 新渊崔林 右边后卫 也是新的万元 二号燕心里 中场的三个人 方首席后腰 六号阿玛杜 前边两个人 十五号无锡 搭档十号特希腊 风险上三个人 十一号马来来 七号徐浩阳 以及二十号于汉超 胡丁桂知道 两支球队呢 在历史上 有过四十二场交锋 中超的交锋 然后山泰山呢 是二十胜九平十三负 占据一定程度的优势 比赛马上开始 上半场比赛呢 是主队 上海深花这边来开球 主裁判 已经四十八岁的王哲 好 各位球迷朋友 欢迎收看腾讯体育 腾讯视频 共同微信带来的 二零二三赛季 中超联赛 第一轮上海深花 主场迎战 山洞泰山的比赛 本场比赛 主场作战的 上海深花蓝色球衣 上半场比赛 从屏幕的左侧 向右侧进攻 今天做客的山洞泰山 选择了白色球衣 橙色短裤 上半场比赛 他们从屏幕的右侧 向左侧进攻 本场比赛 我们邀请到了 前国家黎一之道 和云甲 共同带来 今天的解说评述 那现场 这个新的体育场 上海球场 我们俗称八万人球场 这也是上海深花 把主场搬到这之后的 第一场主场比赛 这个专业球场 赛前已经建设 让我们建设了 它的灯光秀 我们先来看 草皮质量也是非常高的 先看这个球 刚刚开场 上海深花蓝色 利用开场 想先发之人 这个应该不会 去判点球的 是 这个不太可能 因为双方还是 毕竟有身体接触 是 脚球 刚刚开场 上海深花蓝色 就赢得了一个脚球 就是说 其实两边 对于山东来说 我们看看 这是王瞳 王瞳这一下 人家自己滑倒了 他其实是这样 可能稍微 给了一点力量 就是无锡 稍微给了 但是这种力量 绝对不会 让裁判去判罚点球 是 孙正浩 就是山东这边 比深花 我觉得唯一好的一点 就是因为 他们在前一周 已经打过一场 所谓的正式比赛 是 可能进入比赛的状态 我们可以刚才通过这几两分钟看 就是比深花 可能要好 没错 山东泰山在超级杯的比赛当中 是0比2 输给了武汉三振 我们先看这个脚球 一点 马阵打出来 马阵的身高 还是非常高的 这个球一个战术的犯规 这是爆人啊 是 于寒超 两个队的接木战呢 上海深花 之前已经连续两个赛季的接木战 都取得了胜利 但是他们之前从来没有过 连续三个赛季的接木战 都取得过胜利 而山东泰山呢 此前已经连续六个赛季的接木战 都取得了胜利 这也是中超的一个记录 看今天呢 双方谁能延续这样的好的记录 刚才这个球啊 其实作为王同来说 我觉得还是真的很聪明 如果这球不犯规的话 你让于寒超拿球转身 你再想追就很难了 没错 而且可以看到今天啊 就是说这个场地啊 太好了 水浇了也很多 其实我们看到传球的时候 有利于双方还是打记战术的 没错 开场就能感觉到 这球速其实非常快 我们先看这个球 十颗 你看这个水浇了 还是应该是 还是比较多的 是 之前呢 上海海港在这个主场体育场的时候呢 其实就一直呢 喜欢浇水比较多 后来我也了解了一些情况 说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善 说当时我说上海海港这个场地 为什么说每次这个上不常 感觉踢大家都在水坑里踢球一样 为什么浇那么多水呢 后来我也了解了信息 说可能当时这个 这个场地这个排水啊 没那么快 就每个场地的排水速度不一样 所以导致这个积水很多 不知道现在这个全新改善之后 这个体育场会不会有新的变化呢 目测来看这个草皮现在的质量 还是非常不错的 是 非常平整 比上海海港 其实就确实大家一回忆 得回忆到三千前了 因为三千前我们才主场 那个时候这个体育场呢 是有比较多的这种浇水 这会儿也跟大家补迹一下呢 这个赛季确实上海球的 尤其是上海生花 因为它变换了股东 现在九世集团接手之后呢 这个场地的所有权呢 其实就是九世集团的 所以上海生花呢 这赛季把主场搬到了这个场地 而上海海港去到了专业的足球场 上海上汽浦东足球场 这也是他们全新的主场 然后之前可能生花球迷 比较有感情的红口球场了 目前来说 智能是暂时离开了 这个红口呢 其实还是很有历史的 是 我们先看这球 赛季拉 来 领过来 赛季拉 开场之后完成了 他来到生花之后的第一脚 正式比赛的射门 是没有吃这么步 是 赛季拉 红口球场啊 其实是中国的第一个 专业足球场 没错 应该是99年 我的印象当中 应该是99年落成的 当时第一场比赛 当时应该是 我当时还在国奥队的时候 当时我们是好像是和 爱沙尼亚 还是和哪个球队 打了一场比赛 就在红口球场 第一场的比赛 第一场正式比赛 99年的2月份 还是3月份 我忘了 时间太远 久远 是 确实呢 刚才我们赛前呢 其实我们在前包装的时候 也聊了很多 就专业足球场 其实对于无论是球员 还是球迷的观赛呢 其实都有一个 极大的这种 光感上的积层 对 其实刚才我看了 一个球迷 其实在给我们留言 也说到了 希望就是说以后 就每个中超的球队 都能够有自己的 专业足球场 是 其实这个就 一点一点的 和国外接轨 没错 我们目前呢 已经这赛季16个球队 已经有6个球队 有专业足球场 我们也是利用开场时间的 抓紧介绍一下 两个队的首发阵容 先来看上海生花的 首发阵容 他们今天的 一个433的阵容 门将的是1号马阵 两个中卫 老搭档 4号蒋生龙 搭档5号朱琛杰 这都是从小 一起长大的朋友 这球队这赛 又这一下 石科是不是踩到了 踩到了马来的 这个是脖子上 这球 应该是挂到了 应该是挂到了 落地的时候 应该有可能是挂到了 再看啊 石科对这个 这一下 这一下 对啊 他的脚后跟 应该是挂到了 是 石科对这个体育场 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因为他之前就是 效率于上海海港的时候 在这个 那就是他的主场 感觉石科 这个有点 就从脸上看 有点胖了 石科呢 今天这场比赛呢 是他的个人代表 山庸泰山的第50场 冬超联赛 也是里程碑的比赛 我们继续介绍阵容啊 真华这边呢 两个中卫是 蒋生龙搭档 朱晨杰 两个边后卫 左边是这赛季 自由身加盟球队的 21号崔林 右边是2号 燕西利 这是目前的 国际还是美国 但是他是作为 我们未来有机会 规划的球员啊 然后三个中场球员 6号阿玛杜 作为防守型的后腰 身前的两个中协位 15号队长无锡 搭档10号 亲缘特协拉 封线上三个人 11号马来来 作为中锋 我们先看这个球 有机会 余汉超投球 没有抢到 这一下 王哲还倒地了 看看泰山的反击 莫伊赛斯 跟郭天宇 俩都没想到一起去 没错 然后身华前边 另外两个人呢 7号徐浩阳 搭档20号余汉超 这个是身华今天呢 应该说 也是有多名 新元的登场 球队这才技 还是有比较大的变化的 徐浩阳也是从武汉三镇 结束了租界 回到球队 好球啊 这球传的啊 挺速度了这下 及时的出击 马阵 对于守门员的要求 现在是越来越高 是 身华今天首发 等于新元呢 崔林 燕西利 阿玛杜 特谢拉 加上一个徐浩阳 这也算是 租界回来之后的新元 这五个人首发 马来来 对加马来来六个 这真的是挺大的变化 对所以说 他肯定是需要这种 呃 我们是呢 五场以上吧 我觉得这种 需要磨合 磨合 因为他 你再提这种教学比赛啊 和 机会来了 把这立功了 这个球没顶尽 这开场之后 山峰台山 最好的一个机会 这是刘洋顶的嘛 这球顶得太正了呀 但是 深花这后防线 不应该让刘洋顶得 这么轻松啊 这个其实 怎么说呢 就是说这个防线啊 还是 年轻嘛 是 刚才这个球 我们看一会儿 有没有慢镜啊 然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山峰台山 今天的首发阵容 山峰台山呢 433的 同样433的阵容 门将呢 18号韩盛德 两个中卫 27号石科 大档4号贾德松 我们先看这个球 又来了 左边呢 19号是新渊 孙国文 左边后卫 右边呢 是6号王童 三个中场 28号村准号 25号菲莱尼 搭档10号 莫伊赛斯 封线上三个人 7号郭天宇 左为中锋 29号陈朴在左 11号刘洋在右 上台山呢 今天的首发阵容呢 绝对的新渊呢 其实就是一个 孙国文 其他都是上赛季的老陈 所以说他这些人呢 在一块 你就目前来看 他相对来说 他踢的还是比较熟 是 相互之间啊 谁跑到谁的位置上 在拿球 有明显看的 比这个生花要更熟悉 没错 一点 郭天宇 郭天宇 这赛季的状态呢 相较于 这一脚解围 也许比不太应该 这个 莫伊赛斯 莫伊赛斯这下 也出现了失误 前场的高位比强 朱晨杰 朱晨杰 两个中位 朱晨杰是偏左 然后蒋成龙是偏右 我刚才看了啊 这两个中位的年龄啊 一个22 一个24 真的是比 一个 朱晨杰应该是 他们俩应该是 一起长大的 都是这个 朱晨杰呢 是99的 24 朱晨杰应该是23岁 23岁 刚才这球啊 这个刚好顶在一个 这个马阵的 正好是插在右手方 如果这球顶低的 那可能他就很难了 朱晨杰是2000年的 抱歉 2000年23嘛 是 徐浩阳 他呢 目前是看是出现在了 相对偏右 余汉超呢 还是出现偏左 余汉超喜欢内切 我们看陈浦 这一段啊 我觉得 深花主要是 由手转弓这一下 没有办法能获得球权 是 失误太快 所以说这么 持续的被泰山在 自己的后场啊 这种来回的这种倒角啊 不是个好事 开场之后呢 明显的主动拳 其实这会儿 切尸不动 现在是在泰山的 控制范围之内 吴京贵知道 吴京贵知道 上赛季呢 赛季初带领球队 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一度在征冠集团 那最后呢 却是因为球队 上赛季 外援数量也不够 在下 球队有比较多的伤病 导致成绩呢 最终是只取得了 联赛的第十名 我们竞猜把大神 第二题出来了 上半场胜余时间内 深海深花 外援能否取得进球 A能 B不能 这种泰山呢 上赛季联赛当中 取得了亚军 同风 是 竞胜球 也是比较遗憾 泰山呢 其实两个球队呢 我们刚才介绍 首发这种深花呢 是来了 七名信源 其实加上徐浩阳回队呢 甚至可以算是八名 四名外援 然后从河北队引进了三名内援 然后泰山那边呢 其实人员变化更大相对 但是今天首发这种的泰山可能还是相信这些老区员 我们先看这个球 犯规了吧 王正在等 最后认为有力 这球有力 刘洋 这球左边有没有人上来 东国文 慢了 陈普 这球没传好 直接传出了底线 没兜住 是 陈普也依靠着他出色的发挥 甚至入选了国足 马正 他应该是作为这赛季球队的首选门将 他的替补 应该是新来到球队的爆亚兄 浩也知道 浩也知道目前也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 尤其是超级杯那场输球之后呢 可能承担的压力会更大 孙准浩在超级杯的比赛当中呢 还吃了一张红盘 好在这个红盘停赛呢 没有带到联赛当中 我们看这是客场远征的山中泰山的球迷 贾德松啊 其实真的是 现在这个表现还是中规中矩啊 是 也是这个泰山最划算的一笔买卖 没错 这是其实实话说 他是宠宠三阵不要的 对的不要的 徐浩阳 变成立 对吧 你看就就 你看就通过这个就可以看默契 对吧 就是说就是大家在一块踢的 就现在踢的各踢各的 你知道吗 他不像一个整体 没错 郭天宇的回座 摩依赛斯 他这次想直接射门吗 还是要射门的话有点 有点太远了 还是想去传球 还是想平抽到边路 对应该是想拿外撤 你知道吗 是 神花这个赛季 其实我比较担心的就还是他的后方向 是 确实全新 两个中卫呢都是00号了 对因为你没有外援甚至这种老队员这种坐镇的话呢 如果就是说顺分球可能还好一些 逆分的时候就是说能不能更扛得住 是 因为毕竟你现在其实要和基本上现在外援就是说对手的话都是前分 你怎么去跟前分的外援去对抗 没错 主要是朱晨杰和蒋上龙 朱晨杰这已经是我们国家队的主力中卫 对 其实这两个人呢 甚至未来呢 我说是神花可能未来说五到八年甚至更久 是到十年的中卫的主力搭档 甚至说国家队未来都有机会主力搭档 有机会还是有机会的 是 所以球队呢也是选择给他们机会 我们看这球 叶希利选择了一个低平球的传中 叶希利呢 他是大家可能对他的规划呢比较期盼 但是他呢属于是其实第四代这种规划 所以说不像三代内的规划那么容易 我们希望未来如果说他有机会的话 能代表中国国家队来比赛 今天我们也看看他的能力包括状态 大范围的转移 二点能不能拿下 还是泰山在控制球权 一点菲莱尼 菲莱尼现在抢头球 可能是菲莱尼在场上最大的优势了 应该打手了 吹了手球 看看生花这边反击吧 就是说我刚才为什么说 就是说巴索克的受伤 其实对于生花的就是说影响会更大 就是我们知道上个赛季 其实生花的成绩为什么就是说这么好 其实他整场比赛 他就是防守反击 不要球权 不要球权 他基本上不过半场 但是呢他巴索克有速度 反击确实有威胁 没错 基本上都是被控球率啊 什么都是对方领先 但最后比分1比0 是 生花上赛季呢 其实赛季初大家对他们 就是非常不看好 因为上赛季实话是说 球队两名外援 然后布拉尼奥斯基本又用不上 再加上球队呢 又有很多老球员 所以导致这个比赛打起来之后呢 大家觉得这眼前一亮 一度的成绩非常好 这球刚才我觉得吹手球有一点牵强 是 定位球啊 想打后点 就是找菲莱尼坐回来 看王瞳在传中 1点 刘洋今天两次机会 投球的机会都在刘洋这 应该先出了底线 刘洋说这个不是我强项啊 对吧 是 刘洋刚才那前第一下要能顶好 应该得分的球 投球对于他来说可能 我觉得他平时顶的也少 可能这种机会 你这种球如果给一个 就是说 就刚才那种 像这种球 如果你给一个前锋 或者一个中锋 你最起码把球顶在门里 是 马真 神花现在想办法要控制球权啊 因为这么持续的在守 你确实前面没有快的 是 看马来来 面对王瞳 这球也是 其实刚才一直我们说的问题 大家可能想不到一起 还是 要磨合 踢的还是有点便宜 是 余汉超 有位了 余汉超呢 上次还记得说 巴索哥 余汉超都在的时候 神花这个反击太厉害 对 一合一了 现在就是大家一拿球 本来想找巴索哥 不在 是 包括大家可能比较期盼的 曹云静 今天也是没能首发 我们看开场的控球率呢 神花呢 还是上赛季 吴敬伟知道 还是上赛季这个打法 虽然我主场所在 我也不要控球率 不是 我觉得这个 不是他不想要控球率 因为现在确实对方 给他的压力太大 是 刘洋 就是现在你看 就是甭管从个人一对一 到小组 到整体来说 其实山东现在是明显占优势 没错 孙国文 看菲莱尼 这个我们俩今天还在聊 菲莱尼 还一直担心他的这个体能 是 但从目前来看还不错 还可以 还能踢多久 好球啊 机会来了 直接选择了打门 太正了 摩伊赛斯 看看生花的反击 看看前边 马来来的能力 马来来呢 他的 能力呢 应该说 从数据来看呢 就是说其他队员 我们看 无论是 特希拉 还是阿玛杜 可能有五大联赛的经历 他是相对差一些 他也是 在法国这种 他这个清晋系统当中呢 其实 接受了很多的这种 培养 但是他真正的 取得成功呢 并不是太多 辗转了很多的联赛 最终呢 是来到了克鲁日 然后是从克鲁日 等于是 上赛季在克鲁日 然后加盟了 这赛季加盟了 上海生花 目测现在来看 生花的几个外援啊 这10号特希拉啊 就脚下还有点火 对吧 刚才你看他拿球过人一看 还是一看 踢过高水平比赛的 没错 他有点古典前耀这个意思 但是这马来来呢 目前来看 我觉得他 给我的印象 这个可能 时间比较短啊 就是说觉得可能还是 没有完全融入到球队的 是 他进 时间太短了 他在意义啊 包括我们说辗转了 像葡萄牙的 普甲 然后上赛季呢 是在克鲁日 28场比赛呢 只有5个进球 有两个助攻 在罗曼尼亚的将军联赛 这个数据应该说 也不是太豪华 作为前锋 我们先看这个球 嗯 好球 开荣泽拿的还是非常稳的 王大雷 奔场比赛仍然是受伤 其实山东这边门倒不缺 其实刘士博 其实去年在广州守的 也是不错的 是 而且也是非常一个年轻的球员 没错 找宋国文 宋国文上赛季在大连人 也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 也是心进的裹脚 依靠着上赛季出色的表现 入选了国家队 你看这个就是双方之间的 这种配合 这种默契 艳希利 阿玛杜 艳希利呢 是从芬兰超级联赛 加盟的深化 莫伊赛斯 也是和球队完成了许悦 上赛季的莫伊赛斯 进球 助攻 全部上双 吴京贵知道 其实他也是面对救助 吴京贵知道 曾经执教过山东台山 到了我们上半场比赛 主队抽奖口令的时间 魔都荣耀 蓝色狂飙 这是上海深化的 我们上半场比赛 抽奖的口令名要 大家可以在屏幕当中输入 就有机会赢得 我们的封后奖品 加德松 王童 一点 艳希利的 特希拉 特希拉他的踢法 他是能打球的 对 你看他在中场 现在就通过这20分钟来 我觉得他还是 一看是踢过高水平比赛的 是 毕竟是六浦出来的 人从小 这还是 你看他拿球 传球这两下 一看 是那么回事 不是最起码 现在敢说 不是水货 没错 在布莱顿 包括在布尔图 布尔图这也是好 包括在 菲严诺德 这都有过效力 还是这球 就开场之后 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问题 这球两个人 还是没想到 对 而且这个 马来来啊 目前来看 他应该不是一个 纯粹的九号位 是 我们上次纯粹的中锋 没错 阿玛杜给刀右路 我们看特希拉 好球啊 好球机会 这个球没打进啊 这个球特希拉传球质量太高了 我觉得他这个水平真的有点 就是说这个这脚传球有点像谁了 得不劳卫 对吧 我知道你要想说 确实这个角度 因为这个不能停 一停就没了 没错 这个就是这一脚 我跟你说 就绝对值他的这个身价 大家看啊 对吧 三个点包冲 没有约位 就贴 一点两点三点 没踢到 无锡没踢到 无锡只要碰到球 肯定就进 哇 这个球传的真是 太好了 但是呢 你看这谁啊 其实这球 余汉超比较难 这个就中间 那是不是马来来 我不知道 这一下我说 马来来 如果是中锋的话 他如果像余汉超 扔出去 他像余汉超这么铲出去的话 这球就进了 因为他的这个位置是更好的 没错 开场之后 我们看上台山 虽然打得热热 但最终呢 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 其实这是 深花这边吧 这真的是逼进球了 不是说了吗 这特谢拉 就目前来看 真的 确实 目前来看 还是真的是 水平还是有的 是 深花这个阵容 感觉今天有点这种 这4411的意思 特谢拉踢的 还是他喜欢的 这个10号位 对 10号这个位置 前面顶的是马来来 身后两个后腰呢 是 无锡和阿玛度 打到左路 陈朴 球传的太高 做得不错 左脚直接要打门 这是刘洋吧 你看 这个 就这下 其实对一个前锋 如果这球你能拿住 你这身价 最起码涨100万欧元 是 这下你只要拿住 造成对方犯规 或者你能转身 那这个控球权 就是深花的 如果你能转身 摆脱 那就是反击 又涨100万 对 你看你这下 你还持续什么 你持续的 还是让对方压着 你再进攻 中锋这个位置 我没说吗 达地是最有发言权的 评价刚才这个位置 这个球确实 就是这可能就是 就好中锋 对呀 这球你如果你像来万呀 对吧 你给到他 他最起码 我能给你靠住 对吧 贾德松 好球 翠林的断球 看反击的机会 前面马拉来速度 他这个优势啊 速度可以 但是 石柯这球呢 我觉得这个不是他快 是石柯这球太慢了 这如果要是巴索柯的话 可能直接石柯连 直接进去了是吧 石柯我估计连那个 后面连人都看不见 尾灯都看不见 尾灯真的 巴索柯还是快 巴索柯呢 因为受伤 他打不了 对球队的反击 影响还是蛮大的 那今天呢 台山这边也有一些 重要球员的缺阵 克雷桑是因为停赛三场 在足球杯当中 吃了红盘 打不了 这对球队影响呢 也是极大 然后呢 宋龙今天是 也是赛前的 应该是有些发烧 此外 在芒大雷这场比赛 仍然是不能首发 孙古文 莫伊赛斯 要远射了吗 莫伊赛斯 莫伊赛斯是有一较远射的 但是呢 就这个射门呢 就能感觉到现在球员啊 他心态还是有点急 太远 这球还是太远 马阵的上赛季呢 应该说 打的比赛越来越多 到后期呢 逐渐也是占据了 主力门将的位置 你看现在 生花现在这个队员啊 就是说压力还是比较大 为什么呢 你想都不敢在后场 组织进攻了 没错 直接就大脚了 就说明队员现在 这个心态是有转变的 现代足球 我们看很多开门球的时候 基本不怎么开大脚 这个其实是现代发展的趋势 因为什么 足球比赛现在需要什么 是球权 没错 对吧 球在我脚下 那我是最安全的 你主动的把控球权交给对手 这个莫领奥的那种 之前那种防守反击的这种打法 已经 你不太实用 对 过时了 现在 为什么现在你看这个曼城啊 包括拜仁啊 是 对吧 都是以控球为主 全部头 孙国文 孙国文是右脚 但是打死后卫 这话 反击的机会 这下呢 又是慢了 还有 翠林 马来来 你看你看他这下 就是 余汉超 又贾德宗上去了 这边这会后边有点空 还是马来来 他现在 现在目前来看 就是生花现在在 前场低点这下 拿不到球 是 他确实呢 就是大地 其实看他替一会儿就能看出来 他确实不是 他不是 我说的 他纯粹不是九号位 他可能更多 我觉得 他可能 你给他放到边上 让他向前 他的优势可能出来 但是他的背身拿球 绝对不是他的强项 没错 对吧 生花上赛季中锋位置 其实是谁啊 杨旭 杨旭 应该说杨旭上赛季 就打板击的时候 毕金浩 对 毕金浩 这两个人都离队了 所以说 其实杨旭的离队 大家对于生花球迷 然后包括 山东台山球迷 因为杨旭呢 曾经在山东台山 也很久的交历 他不能在这场比赛当中登场 大家可能 那个看看谁吧 因为那个张威嘛 张威其实去年 在这个滑架的表现 还是让人眼前一亮 是 但他毕竟现在 还是太年轻了 没错 江成龙 江成龙 这个大身体 毕竟有1米92的身高 这是菲兰尼最牛的 别人用投球的动作 他全都用胸就能停下来了 这个 他的这个身体的优势太大 虽然说年纪现在大了 但是他的这个 菲兰尼的体能 包括现在的运动能力 可能会成为上台山中场的一个 甚至说胜负手了 他也接受了 宋国文 这个刚才这十分钟双方转换有点快 是 所以说这时候大家得要稍微调整一下 就是开场之后呢 这个联赛呢 应该说今年这个节奏呢 因为换了场地 我一直说比赛的节奏呢 其实联赛的节奏呢 这个场地条件其实非常多 先看这个球 陈普 一下没有拿好 这种好的场地呢 是这种比赛节奏快的一个非常好的保证 先看这球 还能够到 虽然你这打长腿啊 虽然你这个腿是真长 先看这个球 后点 还有 蒋成龙抢到了一点 持续这么围着踢不是件好事 是 菲莱尼的传中 好球投球的机会 菲莱尼的传中 郭天宇抢到了这点 但是没有顶好 这个按照前三年的踢法是 边上传起来 中间菲莱尼加佩莱 这个球就90% 基本上就砸门里了 是 来回 对吧 你先就一个郭天宇就一个点 如果这时候菲莱尼也能进去的话 深花就很难防 没错 因为现在他们防一个郭天宇还是好防呢 我觉得郭天宇这赛季的状态其实相较于上赛季 其实也好 好多了 但是没有达到他上上赛季的状态非常好的那个赛季的 对他的评价呢 就身体素质非常好 大家都认为 那杨旭对他评价呢 说他是加强版的王毅 上赛季深花又后卫这个位置呢 是王毅 这个从身体对抗来说 那我觉得肯定是优势还是蛮大的 是 他毕竟他这个身体这种对抗能力 我们精彩大神第三题也出来了 上半场捕食将会有几分钟 A1 B2 C3 4 D级以上 第四级以上 徐浩阳来主发 徐浩阳感觉这个身体呢也愈发壮士 后点投球的机会 这点怎么没人盯啊 而且深花这边两个队员有点抢到了一起了吗 这个球泰山的防守有一点问题啊 真的是这两个人互相干扰了 蒋生龙和吴希 大家没人管这两个人这会儿都 这是我们这赛季最期盼的场面 就球迷终于回到了赛场 近15分钟之内的控球率呢 这话只有31%了呀 丢球太快 是 吴希 徐浩阳直接大脚 这球 我就说就是你太容易把球给到对方 是 这个球 财篇上吹的应该是孙准浩的抬脚过高 然后孙准浩的意思怎么说 我没踢到 对你拿头来打我脚 这个可能还是看裁判吧 是 崔林 崔林其实当时在滑下的时候 他应该是可能是没踢到头 但是呢他脚落下来应该是刮到了胳膊 是 当时在滑下的时候 他还是一开始是踢右边后卫 后来练的能踢左边后卫 左右他现在都还可以 他哥哥更厉害 在长城下他现在已经练到能踢中卫了 崔奇 他身体素质应该是非常不错 当时我们在滑下撤过这种 我看看这球 撤过这种100米啊 30米跑啊 他还是在前面 他还是在前面 他需要克服的是一个心理 是 能力之业 刘洋 因为松郭文的加入了 刘洋之前上赛季还打了一段左后卫 效果不是太好 现在呢更多的看似什么 逆足 现在他左脚给他放在了右边 右边 让他更多的去走内线 让他踢前卫去了 对 让他踢后卫了 看神华这边阵型收的其实已经很靠后了 嗯 其实并不是我觉得并不是舞蹈想打防守反击 其实主场第一场他肯定是想打出这种气势 但是现在 哦 看这个反击 芬兰尼丢球了 神华一直在等的就是这种反击的机会 但是太慢了 这下 想给特谢拉 我们看特谢拉拿球 他在找人 特谢拉这脚底也明显能感觉到有活 对 你看你不敢抢他 你看 你看贾德松不敢抢 对吧 哎 这球还认为最后碰到了特谢拉 特谢拉也已经30岁了 他在这种反击的反击 张泰山球迷厉害的 就是说张泰山 15个客场到哪呢 在当地都有山东泰山的球迷会 张泰山的球迷文化呢 其实在国内呢 不说球迷数量在国内 可以说是最多的 大声啊 是 十颗 十颗 宋布文 哎呦呦这个球啊 贾德松不应该 脚弓没掰好 同时进行的比赛呢 成都中城是1比0领先着河南 唐淼刚去守秀就进球了 然后深圳是1比0领先着青岛海牛 袁敏城又进球 成都其实这个赛季 刚才我跟袁敏说了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差 是 因为他进了 他进的这些人啊 都是能打比赛的 没错 本身球队的 刚打之间 尤其是前边埃克森 埃克森还是作为内部 对 他本身他的球队的实力 他就不错 是 再加上俱乐部游比较稳定 没错 埃克森作为内员 然后包括周定阳的能力 等于俩内员了 是 周定阳也是内员 所以说 再加上4个万元 他这6个人 再加一个场表 这7个人 再加一个门表 这7个人再加一个门表 这8个人 这个能力确实太强了 就是反击的机会 看能不能抓一下 徐浩阳 徐浩阳呢 他左脚 其实上赛季在三阵打比较多的 他打什么 三阵上赛季三中位体系 他打左一位 对 他能踢 就是说他踢惯了这个三中位 就是说左翼这个位置 但是踢在4后位 433这个位 他完全不一样 是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位置的要求不一样 没错 就是我们说 你比如说你踢433也好 不是4231也好 就是这个阵型上 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说你这个 最大的足球阵型 就是你打三后位 跟四后位 这截然不同 截然不同 我一直认为最难踢的 其实最难 比较操控的阵型 其实就是433 433 其实是我带队的时候 你像三后位 我也踢过 五后位 包括412 451 4141都踢过 但是433 我从来没踢过 因为我觉得 我把控不了 你知道吗 而且你也没有这样的人 对对 当初莫林药带的那只切尔西 一边罗夫 一边打 罗本一边打呼 他那时候踢的也不是433 中间德罗霸 其实这么看 这个 生花这边也是42 是 平行的阵位 就是特希拉 相当于 他的位置 相对比较活 对对对 他就是说在 4411或451和42 这个结合之间 是 更多的 今天我们看到 其实更多的球队啊 其实都是在改成四后位 没错 就是标志性的就是 晚三阵嘛 已经从三中位的体系 改成了四后位 包括 华雄泰山呢 在超级杯的比赛当中 上半场比赛用的三中位 不成功 下半场比赛也是改回了四后位 今天也同样四后位 这个海港当时不也是吗 踢了这个 莱科踢了多少年呢 这个 莱科为什么下课呀 踢了多少年的三中位 现在不也是改了四中位了吗 是 陈普 好球 马珍 第一点 关键这一下 这个反击 阿玛多 好球 看速度 马莱莱 一对一对贾德松 看他不过 你看一停一等 这就机会就没了 而且这下传的也不好 右路 演习力上来了 看演习力的传中质量 这球传中质量不高啊 确实这球 没有球数 是球太高了 哎 这球进了吗 无锡 无锡的传球 形成了射门 上海神花 领先了 无锡 队长无锡 帮助球队 首开记录 这个球应该说 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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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半截头来看看 到底有没有人碰到 感觉没人碰到 应该没有碰到 运气还是蛮不错的 但是总员应该要负有一定的责任 没错 这球无锡呢 这球无锡呢 其实肯定是 目的是传中 他这球传中 第一个呢 他角度选得很好 再一个 他有球数 再看啊 对吧 我们刚看了一个没有球数的 这个球感觉最后 石科这下 他应该能顶到 我怎么感觉 石科没管 确实没有任何人碰到 然后晃到了韩如泽 就是说这守目悬这下 我觉得注意力还是不太集中 就是说还是太死了 这下 神花新主场的手球 得来全部费功夫 这个球啊 这个就是人一百捡的嘛 是 闪神花1比0领先 山东泰山了 队长无锡 无锡呢 之前有一个记录 就是他在对阵 山东泰山的比赛当中呢 曾经取得过 就被球队重现过7个进球 其中4个进球 3个主攻 这是他最喜欢的对手 那今天呢 等于把这个记录呢 扩大到8个了 但之前呢 就是这些球包括 有他在江苏队当时的进球 现在等于是8个进球了 然后我们进球之后呢 晒神花的 赛季第一球 也下起了红包雨 大家可以在腾讯体育 腾讯视频 抢红包 看会不会有机会再抢一个 马来来 马来 你看这下 有倒地 我觉得他现在踢得也不够自信 对 不敢过 刚才这真是一个挺好的 挺好的机会 这个球 你要么就直接切进去 要么你就变相 对 要么你就变相 最后连射门都没行 这会儿他找人 反正有身体接触 这个是有身体接触 威亚会介入吗 没有 没有 上泰山呢 这个球应该说丢的呢 非常意外 我说太意外了 但是呢 这就是我们看吴金贵知道 一个主角链子带队思路上 你可以感觉到 他是 就他有延续 他还是放手反击的这套打法 没有变化 而且就是反手反击取得了 不错的效果 先看这个球 不 威亚尼又吹了他手球啊 第二次 上不上比赛已经进行到了 42分钟啊 山东这边呢 其实现在目前40分钟来看呢 就是说他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控球权很多 但是打到两边 往里起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他现在只有郭天宇一个点 是 一个你想让他去这么去争的话 还是很难的 贝莱宁呢 现在他的体能要求 上不去 是 上去之后可能就回不来 对 看郭天宇 能不能给到右路 刘洋 宇汉超的钻球 差一点 这球俩人 结结实实的撞到了一起 对或者你就是 要么你就什么 就是战优的时候 你把费莱尼顶上去 顶到中锋的位置 打一个双前锋 是 对不 让那个谁 莫伊赛斯稍微回来一点 看全部 对不 那费莱尼现在的位置上去 对 你或者其实 要想进攻下半场 我甚至什么 我想 我打一个零行的中场 是 对吧 我把孙正浩放在后腰的位置上 那个谁 莫伊赛斯打在一个前腰 然后前面顶着费莱尼和郭天宇 因为你先要得分 没错 郭天宇 就是上半场 就是费莱尼离球门太远 是 现在他进去了 你看 就是找他 十颗 这么直接打就是太简单了 太难了 这种 对不 这个二点就抢下来 看全部 很大了 王同这边 看看 好球 好球 再传起来 后点 菲莱尼 停下来了 菲莱尼 第一点没有选择射门 全部 再带就没了 被石化洋识破 对 再带这下就没了 如果再不传就没了 再看这个球啊 莫伊赛斯 莫伊赛斯漏了 然后石化准备又不充分 杨河也不充分 对 但是我说守木员这下 因为这个球其实我们看 它落地 它是有时间的 是 你守木员你要提前去判断 你不能等球落地 你再判断 上半场上庭普时 只有一分钟 这下菲莱尼的犯规 有点急了 有点急了 嗯 嗯 上半场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看看会不会再给一波进攻的机会 王哲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这样依靠着队长无锡的进球 晒深花在半场是1比0 暂时领先着深中泰山 而无锡这个进球却是一定程度上 也有运气的成分 中场休息了我们也是回到演播室 好欢迎回来上半场比赛呢 踢的好的是山东泰山 但是呢比分领先的是上海深花 没错场面上更占优 其实大家从这个数据也可以看出来 上海泰山67.4的控球率 7次射门两次射证 包括传球次数呢296次 但是呢这个数据呢就特别上海深花 上海深花上赛季就经常这种数据 最终就1比0拿下比赛 控球率32.6 四次射门只有一次射证 甚至无锡那次 我觉得算不算射门都不好说 半场只有147次传球 我们来看后边 脚球的数据呢是1比1 任一球7比3 犯规呢上海泰山这边更多 9次约位一次上场比赛呢 没有红黄牌 我们来结合双方的阵容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抱歉 稍等我们这场比赛的 我们再点到这 稍等 我们再点回来 这是我们这场比赛的 那你来结合阵容来 给我们介绍一下 深花里边 特希拉的位置肯定向前 我觉得他踢到最后 其实就是一个4-12了 防守的时候他是一个4-12 然后这边呢 其实他这个尘谱应该是在左边 他应该是也是相当于 刘洋在右边 对 也相当于一个4-2-3-1 4-2-3-1 其实我觉得作为下半场 就是说其实整个上半场 山东这个泰山这边呢 掌控的绝对的这个主动权 但是呢 现在就是说打到这里的时候 人太少了 因为两边传宗 其实我们知道是山东泰山 不少 不是 但是呢只有郭天宇一个点 就是说下半场有可能的话 我们改变一下阵型 我也可以打一个4-10 就是说 费莱尼向前地 对 也可以提4-12 但是呢 我可以提一个菱形的 对吧 因为孙总浩 他现在喜欢回来要球 我们看 对吧 你这样的话 其实费莱尼 我说了 他整个上半场 他离对方的球门太远了 没错 甚至他到这里去穿中了 是 所以说你让费莱尼和郭天宇 两个点 如果能够在这个禁区里活跃的话 那我觉得得分的概率 就大大的提升 没错 上半场比赛 真正最有威胁的一次投球是谁 是刘洋 对 我们在想说那个机会 甚至刘洋 后边还有一次投球的机会 对对对 如果这两次投球机会 无论是给郭天宇 包括给菲莱尼 可能相对会更好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上半场比赛的 协和视频数据 从基战术的角度 请大帝给我们解读一下 这应该就是 第一个那种传宗 刘洋那个 对吧 刘洋的投球这下 这是好机会 对这个球 其实这个说句话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足球比赛 我们想说刘洋 为什么没进 其实这个就是运气 因为他已经顶得足够好了 但是刚好就在马阵的手边 往往就 你想 因为这种瞬间 一秒两秒 你说我能把他顶了 很难的 顶上就已经不容易了 但是这个就是 说句话足球比赛 有时候往往我们说 七分靠实力 三分靠运气 对球要进了 场面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吧 对吧 你看这个球 其实就还是体验出什么 你看这时候是谁 谁在往回跑 无锡往回跑 这时候就是说 四个后卫 其实这时候是没问题的 我们常说的 这四个后卫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应该是没问题的 你看这时候就说 这个点是什么 需要有一个后腰回来 保护一下 你看到其实无锡在跑 但是应该还有一个外援 当时那个后腰 阿玛杜 阿玛杜应该要回到这个位置 这里是其实我们常说的 这里是其实是最危险的 对吧 你看这时候 这个球其实可以说是个必进的 马阵反应也是真快 就手肩膀 是 这真是就纯拼反应了 这球 再加上马阵 其实身高必长 这个球应该是我觉得 这个是该进的 对 这个球是升华 其实上面 就说这一下 我觉得就是说 能感应出特线下这个水平 真好 它这条就是什么 它不是说冲着人船 我要求的是什么 这条线 你知道吗 反正是点 对 而且它没有停 你看 就是这条线 说几实话 这条线就是 三个点 它这条 我们看德布朗内提 这条线是什么 我不冲着人 但是呢 谁碰谁进 这条线 后卫有时候都能会自己踢进去 没错 这个就是现代足球发展区 你一停 机会就没了 我虽然不丢球 但是呢 机会没了 整个防线就回来了 所以说这一下 就能体验出 它的这个 特希拉的价值 确实上面场比赛 应该说特希拉呢 还是能让我们感觉 眼睛不亮 这个球说句话 这个球是该进的 第一下无锡没有踢到 包括马来来呢 他刚才 当时大帝也说的 对 他没把身体扔过去 你看其实 他在这个球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稍微往回一点点 你看啊 你看 你看这时候 我们看他的眼睛 他就已经在看了 对吧 就已经在看了 你看 他如果往回传 他就刚好是 就是这条路 就是这条线 最佳的路 最佳的路 这球传球100分 绝对没错 这个说句话 这个球是该得分的 是 你看 他就是这 对吧 这无锡这一下没踢到 踢到就进了 是 包括马来来 如果这球再激进一些 他如果能够冲起来 像宇亟超这么 踩出去也进 是 这是 你想让费莱尼 这是一个好机会 逼得费莱尼来传中 再看这个进球 这个进球确实 什么点 就是莫伊赛斯这下 其实晃到了 一定程度上 晃到了没下 这个只能说 首先第一个 一个是运起源 再一个就是双方 就说这个球 我觉得是什么 就是一个什么 相互的呼应 就这个莫伊赛斯呢 他可能顶不到了 但是这时候 这时刻呢 他也没有去 这守目园呢 我相信也没有去喊 是 如果他喊一下 踢出去 你这下因为你漏 我不知道 是 或者是喊一声 说让你漏 对 而且我觉得这球 时刻狠一点 其实他是能解决掉 这个球 他可能怕踢 有时候这种球呢 转的球呢 他怕有时候踢到乌龙 也是情有可原的 对吧 你看 他也不敢胜到 时刻放了 对 但是呢 说句话 这下守目园 我觉得责任应该是最大 你知道吗 你看 你看 其实你看吧 这个球已经这样来的时候 他还在站呢 等球落地了 他踏在 你其实踢了这么长时间 就是我们知道踢球 他球是有规律 你要看呢 你在场上守目园 这个移动 他的脚下移动才嘛 这个球只要一落这个地 他90% 他是要往外面跑的 是 因为这么旋转嘛 是 他稍微移一下 守目园 你在原地跳 你嘛 我稍微移动一下 我啪 对吧 就是稍微移动一下 就出去 大地跳法了 是吧 对吧 我迷之说好门将 就是半支队 确实我们说这球 大家可能说 球迷就怀念 你稍微垫个脚移动 啪 就能碰脑 是 是 这上半场比赛的 其实大地 非常生动地 给我们诠释了 而这个球如果说 处理得好一些呢 可能这个球上半场比赛 我觉得应该 应该这个丢球 还是 第一个 生花的运气 第二个 山东队 他是有自己的失误 是 然后也感谢呢 感谢大家 大地中场 给我们做的 非常精彩的战术的解读 中场我们也是把 休息的时间 交给果果 是的 非常生动的一个战术解析 我们看到这个 李知道 直接从画面里 跳到了我眼前 是直接这个 给我生动了 上了一课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是在 中场的休息之前 给大家来放出 竞赛部大神 正确答案的公布 首先来看一下 第二道题 第二道题呢 是上半场剩余时间啊 上海生花 外援能否取得进球 应该是选择 必选项 不能啊 我们再来看看 第三道题的正确答案 上半场 这个 上半场的捕食 将会有几分钟 正确答案呢 是选择A选项 一分钟啊 也是恭喜所有答对的朋友们 如果说您没答对呢 也没关系 因为下半场的时候 依旧会给您来放出 竞赛部大神的题目 来给您提示一下 下半场 第55分钟的时候 会给大家放出 竞赛部大神的第四题 那么在下半场 第65分钟的时候呢 是客队弹幕的一个 口令抽奖 而下半场 第75分钟的时候 会给大家来呈现出 竞赛部大神的 第五道题 另外呢 每次进球 也会触发一个 进球的红包雨了 那如果说下半场 没有能够有进球的话呢 大家也不用担心哈 因为在全场比赛结束 回到演播室之后 我们仍会给大家 下起红包雨的 也所以希望大家呢 可以持续地 来关注我们的腾讯体育 给您带来 整场中超的精彩赛事 那与此同时呢 看比赛直播 实时参与到 腾讯体育社区的 中超英雄评选过程当中 我们的赛后呢 也会实时给大家 来开放本轮的 一个投票入口 也可以打开 腾讯体育的APP 来看到我们的 一个中超的夜卡 锁定中超英雄 评选的话题 为你喜欢的球员 来进行投票 那么最权威的 球迷评选团当中 一定需要屏幕前 你的位置了 所以大家呢 也是可以来关注一波 同时上虎铺 搜中超评分 给自己喜欢的球员 打分和GRS 一起来唱聊 中超新赛季 上直播吧 聊中超 和亿万八友 一起888 好的 那中场的时候 我们也是稍事休息 一会儿回来之后 再看下半场的比赛 一会儿见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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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 无锡确实我们说这个状态 包括在国家队 他的表现仍旧是非常出色 布泰尼下半场比赛 他的体能状况能到什么样的 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而且下半场我觉得他的位置很关键 是 他如果太多了在后场 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没错 好 各位球迷朋友 欢迎收看腾讯体育腾讯视频 共同为您带来的2023赛季 中国平安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一轮 上海深花主场迎战 山东泰山的比赛 上半场比赛依靠着队长无锡的进球 上海深花是1比0 暂时领先着山东泰山 下半场比赛的两个队是一边在战 主场作战的 我们看贾德松是被欢下欢 欢上了刘彬彬 下面我们先介绍 下面场比赛呢 主场作战的山海深花 蓝色球衣 他们从屏幕的右侧 下面场比赛向左侧进攻 向台山白色球衣 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 本场比赛 我们邀请到了前国家 李懿之道和袁甲 共同带来今天的结束评述 那我们看字幕打出来了 贾德松啊 他如果下 因为在中场结束 他往回走的时候 他在和队一沟通 在说他的这个内收机有点拉 当时我看到了他 他当时这个动作 知道吗 那谁打中尉呢 关键是 中尉那有可能 那只能把那个谁 我们看 王同有可能 王同可以收回 先看这球 一点 一比一平 川普进球了 那应该是越位了 越位了 川普 那这第一点呢 就是菲莱尼的位置 所以说 其实我刚才也看到下半场 刚开始菲莱尼的位置 会更往前一些 你要给他压力 这球 越了 确实越了 就这么一角 这郭天宇抢到的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中间得看一下 山洞泰山这边的变化 因为上了一个边前位 下了一个中位 这场上可能要 进行比较大的调整 他是这样 那个谁 刘彬彬是肯定是打一个 边前位 边前位呢 你有可能就是要把王同 拉到中间的中后位位置 然后 陈浦也是能够打 刘洋也是能够打边后位的 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的站位 这个我觉得 不用过多的去看 刚才那个动作 其实交代的 还是比较明显 是 应该是个越位 是个越位 昨天我在现场看球的时候 其实也碰到了 几个奥运冠军 当时史东鹏帮他们去看 也在问我这个问题 他说在看VR的时候 他说我们能不能看到 我说在英超是可以看得到的 这也是咱们俩的好朋友 史东鹏 大使也是非常喜欢足球 果然现在 我们看现在王同这个位置 就是他收到20 然后孙国文打右后位去了 然后刘洋 刘洋应该是打了左后位 刘洋成普这个 应该是刘洋 我看到刘洋应该是在左边 刘洋回左后位 刘洋确实是比较全面 然后孙国文也是能左能右 但是对王同 王同确实具备 打中位的能力 但是实话实说 王同最近这两个赛季 打中位的机会 已经越来越少了 现在这个球 贾德松的受伤 这就是球队 其实你说外园受伤的一场 按说正常来说 你如果这个可适上 打现在这球刘洋斌 低平球的传中 他有突破刘洋斌 王同确实能力全面 他中位边后位 然后后腰都能打 但是现在打的比较多的是右后位 孙国文打右后位也完全没问题 因为他是右脚 打左后位的时候你是腻的 这条解肥有点危险 我们看菲莱尼的位置 你要给他往上点 你哪怕就打一个双中分 现在其实因为什么 你现在后方的压力不大 是 毕竟比分还是落后了 对 而且你现在 菲莱尼现在他在边上 你要他进去中间 你不能老让他去传中 是 这菲莱尼现在 你让他带球 他传球 这都不是他现在的优点了 一件事 对 你让他去前面 争取拿球 那是他的优势 那刘洋斌利亚能不能传起来 勾回来了 左脚的传中 后点 对 这种球 菲莱尼一抢球的优势就来 特西拉好球啊 将打身后 他真是这个对球的预判 我觉得也有问题 反正目前来看 没看出什么水平 但是他这个特西拉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他那个后腰呢 目前来看中规中距 好球 莫伊赛斯 啊 太慢了这球 游冰冰上来之后 其实这会发挥挺好 立干建议 就说现在对于 两个队来说啊 就说三中队如果想进球 这十分钟很关键 没错 对于生花队来说 不丢球 这十分钟也很关键 能不能顶住 对吧 你看现在 还给维赛斯 这路感觉有点 要被打穿了 差一点啊 这个球 生花这会儿我觉得 可能需要做一些变化调整 这么打的话 太危险了 现在这球特西拉 犯规了 你看我说的就是 这下是最值钱 为什么 就是我拿着球 球在我脚下 不丢 如果是什么 犯规 这犯规最起码 一分钟两分钟过去了 是 这时候球队比较 是吹了特西拉犯规吗 没有 吹的是 特西拉是想要牌 想要牌 他认为孙哲浩这下是债术犯规 直接把他一把抱住了 王舟这场比赛呢 还没出牌 你看就这一下 你整个这个球队的这个事情 就一下下来 这个节奏就乱了 没错 孙哲浩提球球伤也非常高 天花呢 今天的实话实说 就踢得不好 阻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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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论英雄吗 刘冰冰 刘冰上来这会儿非常火跃 刘洋从右前位回到了左后位 这个跨度有点大 是 横跨整个球场 一个大对角 哎呦 阮安朝这球没带走 特歇拉 反击的机会 徐浩阳 给到幽露 看马达来 终于拿到了一次球 看他怎么处理 马达来 哎 过来了 特歇拉 其实给了一班 哎 犯规了吧 哎呦 这个球有力呀 这个球这个事儿 真不应该吹呀 这个球其实是个有力球 我觉得 其实可以让他继续进行下去 对吧 这个球绝对是不应该吹 哪怕球权再丢了 你再出来 因为这是一个得分球的机会了 你看这球 这个我觉得对于裁判而言 这声少吹的是真不好 哇 这特歇拉真的很 是 目前第一轮啊 到现在我觉得让我 让我一样了就是他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 直接特歇拉脚发也非常好 这个位置呢 相对来说有点劲 那刚才这声炸 我还是说说 如果不吹的话 甚至得分的机会 对 半特歇拉 30岁的葡萄牙球员 也曾经入选过国家队 这个其实 你看这球其实打进脚是最好的 但是呢 能不能绕过人墙 看特歇拉 特歇拉 特歇拉选择一个战术 机会来了 约翰超慢了呀 约翰超没有想到啊 可能 稍微这个球就慢半步 又犯规了 暗球给的真的是很突然 明显就是高出一块 是 对吧 他这个球伤啊 看来 我们说这豪门培养出来的 这个年轻球员还是不一样 人毕竟力谱情绪培养出来的 力谱又二一的 这个球呢 要打门的话就远了 要选择传球了 薛浩洋 山上泰山的防空能力 这不用说 贝莱妮 郭天宇 两个大高点回来 包括加上两个中位 还是 徐浩洋来主他 后点 武器不要了 叫球 这一侧呢 是特希拉来主罚 点不错 后点的机会 还有 传回来 中路 投球的机会 菲莱妮太关键了 这特希拉的脚法太好了 球罚的质量太高了 是 刚才这球啊 菲莱妮真的是 高人一投 榨人一臂 阿玛杜 再给到马来来 马来来 他 他这 有点离谱 这球传的 就是他跟 这特希拉一比 他这么踢 说句实话 这么踢 越踢越没信心 是 章拆法大神 第四题 剩余比赛时间内 真正太三球员 能否完成破门 A能 B不能 这么踢 我觉得都不用 都不如用刘若凡了 刘若凡也是因为有伤 还打不了 中锋的位置 当然还有张威呢 对 我觉得你 你哪怕你再 再换张威上去试试 是 这是马来来 马来来表现出来的 这个能力 效果未必 确实未必比张威好 也许第一场不太适应 是 胡天宇 苏都 犯规了 胡天宇 朱晨杰 这是这个年龄段 国内球员最出色的中位 和中锋的对决 好 也知道承担太大压力了 因为超级杯那场比赛输了之后呢 压力已经不小了 如果说联赛的第一场 再输球的话 原本呢 小泰山这赛季呢 确实大家也了解一些场外的事件 多事之秋 好球 刘彬彬 再推到边上 这边 刘洋 徐浩阳的封堵 这种球马阵肯定在后边喊了 我的我的 现在山东啊 现在打到这个 对方的三十米区域 没有变化 是 我说的变化 第一个是什么 速度的变化 那么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的 就是说打法的变化 就是说你基本上传的地方 那个变化的变化 有的都不抢 我知道你就要往里传了 没错 而且摆脱不了对手 是 创造的绝对的机会 对不对 江泰山呢 这时候他们可能就等待谁呀 比如说 进入状态的小摩托 如果这时候小摩托上来拖一拖 改变比赛节奏 但是小摩托两年没比赛的话 没那么容易 没那么容易 因为你也带过小摩托 你知道他的能力 对对 而且其实当时他在华夏的时候 其实和他 但是当时他在重庆那种踢发 也完全不一样 知道吗 他最大的威胁是带起球来往前 是 突破 但他一旦他不突破了 特点就没有 他特点就没有 是 其实当时真正那个谁 就是 重庆的那个大摩托 那年龄太大了 但是他真管用 他是能一带突一片的 先看这球 马来来 斜进去 传吗 又没传好啊 他这个确实马来来 马来来现在表现出来的能力 就是说突破传球 我觉得未必他现在是能力的问题 现在是他心态的问题 就有时候他越踢自己 我们知道 你有时候越踢自己越没有信心 是 这球你看领先那么多 我就直接往里切了 你看他就减慢 就你要往里切这时候 对吧 这时候我再有信心 那么我拿球我过你 没错 对吧 你看就通过这个表情 他自己可能 需要稍微缓一缓 这么打 就说这么往里打的话 就是太简单了 因为朱晨杰和蒋成功 两个人身高都不矮啊 一个身高不矮 再一个其实对中尉来说 最好防守的就是正面的 因为我是看着球 我是迎上去可以顶的 但是你打到侧面 你让他移动去顶 他就满顶 机会又在马来来这 看能不能处理好 又第一项没有处理好 再传 我的天 他这个球踢的 真是着急踢他 好球 看游戏 这又是特谢拉的穿球 你看特谢拉穿一脚球 再看马来来穿一脚球 这两个 这属于现在两个档位的 不能拿他们家的 目前来看 绝对不是一个水平线啊 常常有队员受伤 但是台山这边也是着急 因为比分落后 前面也没速度 是 哎呦这是什么情况 马阵出现了一次低级的失误 但是莫伊赛斯显得 也有一些着急 山东这么踢 我觉得挺麻烦 是 有点散了 而这会儿我们感觉谁啊 就是我们一直担心的 飞来尼 你看他现在在场上 这个动作明显有点 这个我们担心体力 就是奔跑的能力 实际有所下降的这会儿 时刻抢到了 我们下降的这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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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兰尼又拉边了 他这时候还是要想办法往中路走 边路让给其他人 他在边路没有任何意义 场边小摩托我们正在等待 小摩托也是千呼万唤驶出来 已经两年没启动的小摩托打火了 就是现在费莱尼提升组织 这个就麻烦了 你看他现在又在外面 他不进去 其实这球你看传出来 你几个人能争 对不 马阵打出来 孙准昊 孙郭文有远射的机会 没打 再推边 再推边 你看其实那时候 可以完全再推到左边 再转到右边 刘宾宾 刘宾宾的传众点不错 远勋力的解围 没踢远 陈朴 角球 场边应该是调了 我们看小摩托要上的话 会换谁啊 陈朴 其实如果对位的话 也就是能换陈朴 因为刘宾宾下不上 刚上了 效果也还可以 应该是没换 等这个球 四球之后再换 马来来 费西拉 真聪明啊 这球踢的真的 一对二一对三 也是不丢球 今天目前为止的MVP 对得起身后的十号球 换下了郭天宇 也有可能 就是说 菲南多换下郭天宇 已经两年啊 没有球踢的菲南多 就把费来泥再往前顶 是有可能 我们大家一直期盼着 他的表现 因为他是规划球员 所以说不光是 陈泰山球迷 期待着他的表现 如果说他能 恢复到自己的最佳状态 这是中国国家队 非常重要的一名球员 我们看看他 经过这个东窗 体能的储备 状态到什么程度 他能力呢 曾经已经向我们展示过 我们知道他很厉害 但是任何球员 两年没比赛 这也不好说 状态能恢复到什么 一下恢复到什么程度 我们看他上了之后 位置直接就顶中锋了 就是郭天宇对位的位置 那我觉得 真的不太会用他 他能打中锋嘛 他是编路啊 对啊 他需要有空间啊 你让费来尼打中锋 我觉得可能都比他要强 是 他也不喜欢背身拿球的 因为大帝对他特点 还是很了解 就当过他的教练嘛 我觉得应该就是 把费来尼顶在前面 又丢了 刘洋 因为目前你看 山东队的打法 还是两边下底传中 你让小摩托去 在中间争投球 太难了 小摩托上场之后 第一次出球 我们看看小摩托的状态啊 已经两年没有打火的 小摩托还能打招吗 好球 中间有没有人 直接传中 你看这个 这种球你这会儿 你让小摩托去中间抢点 真的不是 你看刘冰冰这球传的 虽然说不太好 但是你看进去的是谁 小摩托 小摩托 他俩就争投球 我一直觉得就费来尼 现在 以费来尼现在的身体状态 他打中锋 可能比打他后 他打后要 作用要大很多 是 你就告诉他 我要现在要是教练 我就告诉费来尼 你现在就是中锋 你不要给我回来防守 没错 你不要去边上 你就在禁区里给我活动 是 等着边上的传中 来了 投球就是找费来尼 看看费来尼的能力 费来尼能完成射门吗 费来尼在头上没问题 一到脚底下 这个节奏就慢了 但是要点球 但是就是说 这个是明显能看出来 他的能力在 是 对不 你瞄着他传就行了 对 你就 就告诉他 你不要哪都别去 就在禁区里给我待了 是 对吧 我们看这球啊 我说这就是费来尼最厉害的 敌人投球 他胸就能停下来 这球还真是打在 翠林的手上 还真是打在 翠林的手上 看这球会不会介入啊 因为他的手 也还是张开的 这球真不好说 对 这时碰到了翠林的手 还是张开的这球 麻烦 是 这种球的话呢 就是说现在的什么 比如说你自己先解围 踢到手上都不吹 那这种球你张开的 真的是不好说 到了下半场比赛 那儿到了 上泰山的抽奖 抗龄时间 泰山 实感当 大家可以在 腾讯体育 腾讯视频的APP 输入我们的 口令迷药 就有机会 赢得我们的丰厚奖品 其实这种啊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 如果要介入的话 没有 没有 认为没问题 继续 阿玛都的结尾 再回孙准浩这边 叫球 顺林估计刚才自己也紧张 逃过一截 这球真的 我觉得这个都没有去看而已啊 是 神花球迷 主场球迷估计也都吓一跳 一点 看着菲兰尼在进区里的这个危险 阿玛都的结尾 你就 现在就告的 你不要出进区 对吧 这菲兰尼这个特点 我觉得 这个 我们都清楚啊 他的到底能力在哪里 然后这就放过来 小摩托的也是特点 对 得让小摩托去 你要去 让他去到边上 是 演习力 神花这边 我觉得也得要考虑要换人了 如果这么 持续的现在 一直在这15分钟啊 就没过过半场 是 持续的这么被动 你一直被压着 对 对 他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对 所以说神花这边 要考虑考虑 因为我说了 现在神花最大的问题 他现在前面反击这一点 他拿不住球 你第二梯队你就上不来 看看墨尼赛斯 还是演习力 没发起来 投球的机会 哎呦 你看防 哎 讲上龙跟菲兰尼俩 这要打起来了 两个人手上都有拉扯的动作 确实 呦 双方这火药味来了 这第一轮的氛围是 我的天 刘洋 刘洋和阿玛杜 这摔起来了 刘洋也是一个脾气火爆的球员 确实只有蒋上龙呢 这个身高呢 可能能防防菲兰尼 哎呀 这个其实我觉得 刚才看了一下 哎呀 裁判就说一下 双方各打50大碗 大家注意动作 其实没有任何太大的问题 是 我觉得黄牌都不用出 因为在足球场上 其实这种是很正常的 因为这个是什么对抗的运动 对吧 就大家裁判说一下 哦 注意动作 再注意动作 下次再有 我警告你 对吧 你看 这么一说 大家现在下来 因为大家都想 赢 这是好事 是 菲兰尼 示意蒋上龙抱他 对 对对对 但是 他跟那菲兰尼 甩手 打着了蒋上龙 对 这个很正常 很正常 要一人 各打50大碗 对 菲兰尼和蒋上龙 一人一张黄牌 这个 刘洋还给了一张 刘洋也吃了一张 刘洋后边 确实比较 情绪比较激动 两人你看 互相一直有拉扯 你拉我一把 我拉你一把 对手上都有动作 这很正常 其实当时我们踢球的时候 一样 你针脚球 大家都在抢空间 抢位子呀 不拉扯不可能 对 你就跟停车位一样 谁先进来 谁先停啊 对吧 你发脚球一样 我进攻方 我也是先抢有力位子 对吧 那足球运动 不可能说 这摸一把 碰一把 对 很正常 我觉得这个是好事 是 爱迪要上 对吧 包括曹云静要上 我们看 曹云静应该是 对位换 那余汉超我们看爱迪对位换谁啊 换崔林 崔林 爱迪呢 确实他是后场的多面手 左右后卫他也都能打 对 左中右后卫都可以打 就是说也能看出 就是说这时候生花 我刚才说的 你必须得要调整 因为你太被动了 这么打 尤其是刘冰冰上来之后呢 我觉得这右边的打的 其实挺活跃 你看崔林可能这边守不住了 山东这边也要换人了 吉祥应该是要登场 我们看 跟吉祥一块谁要上 童雷也要上 曹云静 是不是宋伯文这边也 要吉祥上的话 很能换宋伯文 因为吉祥可以打右后卫 童雷也可以打右后卫 那童雷上的话肯定是右后卫 童雷也是这赛季 从大连人自由身转会加盟球队 就是童雷和吉祥 因为吉祥 吉祥是一个多面手 可以打边后卫 边前卫 后腰 孙伯文应该是和童雷 完成了位置的互换 上赛季两个人就是队友 这赛季一起转会 仍然是队友 我们看吉祥换谁啊 把刘洋换下了是吗 然后把刘洋换下的话 吉祥就是去打左后卫 哎 是让吉祥打的右后卫 让童雷克串去左后卫 一样其实左右后卫 相对来说 其实你只要踢过右后卫了 左后卫也能踢 可以踢左后卫 这个是别的 但是你踢完左后卫左脚的 你就踢不了右后卫 这一般我们很少见到 比如说左脚打右后卫 对 右脚打左后卫这个还是很正常 是 看那个角球 低点吉祥顶出来 特希拉 特希拉这个出球真是好 曹云静想移过二 蒋上龙直接调中路 几枪这条解围呢 其实有一点危险 几枪 几枪 其实就是左右脚水平都很高 我觉得没首发其实挺意外的 但是山中泰山实话说 现在人员班底也是确实 他现在泰山现在是什么 边位人员现在太多了 右边后人那天我数了 这五个六个人能打右边后人 但是呢现在中锋不够啊 你得不了锋啊现在 你现在就一个克雷桑加一个郭天宇 这两个纯粹的中锋了吧 可是克雷桑打不了 对上台上的影响是巨大的 这个球还判给了上海生花 这个不好踢啊现在 这球认为没犯规 菲莱尼 其实现在真是菲莱尼得顶上去 他还得进去 传完球马上进去 同类 传中 太高 因为你要知道其实现在 因为马阵的身高太高 你传太高的球 他再加上手再跳起来 你没法争 你有点球速的话 或者你往外一点 让他出不来 没错 要不然里边肯定都是 对 他这个控制范围太大了 同类 你看同类 他这同类是确实是 打左后位实话说不多 所以说这是到泰山之后呢 也是强行给了他一个新位置 刚才你看这个球 明显用左脚出球更合理 他选择用右脚外脚背 我们章猜把大臣的第五提出来了 下本场补试 好球 倒三球 哎呀 又没给过去 今天说句实话 我觉得陈浦踢的真的是 在三中队这边应该算是不错的 是 中规中矩 而且拿球能突破 能传球 其他人的 我们先看 我们章猜把大臣 下本场补试季节 会产生几个进球 A0 B1 C2 两个级以上 打后点 还是找菲莱尼 菲莱尼的能力 你说这太厉害 这别人用头顶的 他永远能用胸给你停下来 我们看到后边 替补试正征在 今天宁可让王通回中卫 也是没让正征上 叫球 吉祥交发也很好 他左右脚都能发 定位球 叫球 一点 阿玛杜 阿玛杜的第一点抢的还是不错的 叫球 台山那边已经到了七个 看吉祥 右边边 同类 找菲莱尼 贝森 蒋上龙 现在给你看俩人 这互相拉扯着 我的天 这球一质量不错 同类这个球 丢的有点危险 特希拉反击 马来来 但是马来来一拿球 你就放心吧 对吧 目前来看 马来来一拿球 他现在是终点站 马来来一拿球 山中台山球迷就放心了 对 目前来看确实是真的 点不错呀 预入这个球啊 布莱尼 对我换成朱晨杰 我的天 朱晨杰说 我兄弟刚跟你大打一架 王道士也说 我看得很清楚 朱晨杰 蒋上龙 这两个人 这从小一起长大 一直是固定的中卫搭档 朱晨杰呢 是年纪轻轻 就在队里边 获得了首发的机会 看着蒋上龙呢 之前无论是租界到重庆 还是租界到天津 在外边进行了 更多的锻炼 回来之后 达到主力的位置 好球 小摩托 编路 他还是喜欢去编路 太久没踢了 还是有点生疏的 脚底下自己的这个 会不会换无锡 我们看金阳阳换谁啊 换要无锡 无锡下场之后呢 队长球标给了朱晨杰 徐浩阳下了 这确实 等于用一个中卫 换下了一个边风 这个金阳阳一上 就很明明就要打三中卫了 这个就是很明白了 守一守 对 这边郑正 郑正要上了 最后这上了个 不是 郑正换王瞳 这回 这是最后一个 怀人名额呀 不是 这个 这是最后一个 怀人名额啊 中卫位置调了一个 不是 你现在要得分呢 现在 三中 老队长 郑正上了 眼心里的犯规 眼心里呢 确实之前像传闻所说 就是介绍说 他身体素质非常出众 但是我们今天能感觉到 他助攻当中 这个帮助确实不大 防守可能没太大问题 防守可能没太大问题 前面呢 现在就是留 马来来 一个人在前边 周西拉呢 这会儿也到了边路 你这费莱尼就得往中间扔 才管用 对吧 你看 上来 这金阳阳就是防谁的呢 就是防费莱尼的 你就 你现在一个人防不出来 我两个人嘛 对吧 加一个 加一个嘛 对吧 你现在他就高的嘛 对吧 所以说这个舞蹈 这个战术还是很对头的 是 最后十分钟就守一守 山东如果这么踢 不出意外的话 我觉得有点难 是 看看有没有 神仙球了 上台山39次传中了已经 对啊 金阳阳手上有动作 这是个好机会 定位球啊 金阳阳怕的 其实就是这个 对 他怕你拿速度烫的 金阳阳最喜欢的就是你正面 你正面他身体还不错的 对 定位球这时候对于上台山 是好机会了 这谁罚呀 我看 孙准浩去罚 上台山呢 他们确实对阵 之前对阵上海深花 定位球的进球率非常高 我们先看这个球 一点 漂亮 都顶到了 菲莱尼 再要搅球 才别没有给 真是就是菲莱尼 在中间有个威胁 是 就上台山从2012年以来 对阵上海深花呢 有41%的进球 来自定位球 29个进球 12个是定位球 阿玛杜 阿玛杜也放不住 阿玛杜呢 目前我们来看今天这个特点 作为放手已经后腰还可以 但没有看出来他太强的那种组织 对 他这个搭配呢 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合理 他可能防守多一点 两个后腰 无锡呢 进攻多一些 对吧 然后深花的新缘呢 包括特谢拉 其实今天表现也是非常出色 就是这个马来来呢 可能表现没有达到预期 今天可能不在状态啊 是 但是特谢拉今天确实让我们眼前一亮 是 第一轮踢完以后 如果让我评显这个最佳 MPA 这个最佳球员啊 我会给到这个特谢拉 确实今天可以用经验两个字来 对 看小摩托 小摩托上场之后 表现的机会还不太多呢 转不了身 但是小摩托其实 为什么在重庆的时候踢得好呢 打反击 他需要空间 现在你围着对方打 所以小摩托这会儿 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现在踢法和以前不一样 当时他在滑下的时候 就已经 他就不往前去了 哎 这球过得不错 小摩托的传重 反起来 太靠近守门员了 反归了 这是一个位置 极好的定位球的机会 这个位置 尊准浩可以有一脚啊 包括摩伊赛斯 这是马来来吗 应该是阿玛杜吧 阿玛杜 应该是马来来 11号 OK 我们再看一下 阿是马来来 是马来来 这不光是没帮忙 还帮上到忙了 这个位置 关键打到这个时间 送了一个位置 很好的定位球 这个定位球 位置太好了 看谁打 孙正浩和摩伊赛斯 都有一脚 包括郑正 对 郑正在这个位置上 才你有过关键的进球 左脚 这时候就拼什么了 拼球队的咖位了 谁在球队说话 有话一拳 谁上去来一招 我看谁摆球 小摩托 这新来的小摩托说 这小摩托这资历可以 刚来就要主罚 这么关键的定位球吗 就是我在训练当中 教练安排了 我有这个自信 是吧 是 因为小摩托是左脚 这个位置其实硬脚 这个位置太近 我觉得太近 孙正浩和小摩托两个人 摩伊赛斯也在后边瞄着 郑正也想拔 你看这四个人 看这个姿态 其实都想拔 其实我觉得这个球 可以打个战术 还记得荷兰和阿根廷 那个战术 都以为要射门了 你打个战术 对吧 上场比赛 特希拉不是想来一次吗 我们看谁打啊 小摩托 小摩托选择的低平球 又差一点折射 殊其不易 这球打的没有速度 其实打的不好 对打的运气还可 他就想打一个 他应该是想打一个低的 对吧 先搞个偷袭 那天他想打个低的 又这球是不是还碰到 菲兰尼的脚啊 这个球质量 质量真的是不高 这时候关键球 你抢完之后 发出这个质量 估计下次大家 不让你罚了就 因为其实在比赛之前的 定位球的训练课 肯定都会演练啊 好球啊 传球 就第一定位球主罚手 第二定位球主罚手 然后包括说偏左谁罚 对 我在哪个位置上 我打战术 还是直接罚 都是 马来来打到最后 最大的作用 就是想在前场造犯规 其实还没造成 但是球摘出来了 看汪海剑 选择直接打门 想绕一个圆角 汪海剑呢 是上赛季三中场当中的主力 但是目前来看呢 其实特歇拉 等于顶着就是他这个位置 所以说你看特歇拉这个表现 他在想打主力囊了 打的是真差 虽然运气这球 其实差一点弹进去 维斯艾斯在后边懊恼的 我们看深花的解位次数已经到了35次 整个下半场就半场攻守 是 今天这比赛 我说深花有能拿下来 真的是这个比分 包括这个场面 这个数据 就是很上赛季的上海深花 比赛已经进行到87分钟了 我说了吗 你这么踢挺难 上台山这赛季确实不好踢 我们都知道深中台山这赛季呢 遭遇了很多的休赛期 遭遇了很多负面的新闻 球队呢 其实也希望尽快用一场胜利呢 一扫一买 但是超级杯上已经输了一场 今天这个比赛 能打平就不错 终于张薇来了 今天还是给了张薇一会儿替补的机会 张薇是换特谢拉 张薇上赛季非常出色的表现在河北队 但是后半段他也是受伤病的影响 打得不多 特谢拉也是赢得了全场球迷的掌声 应该说特谢拉今天的首秀是非常惊艳的 虽然没有数据上的这种展过 但是他在场上的这种表现出球能力 已经向深花球迷证明了 深花的新10号来了 对得起这个10号啊 是 机枪 蒋成龙啊 包括跟江洋上赛季他俩的组合抢第一点 就打反击 他们俩这个第一点 对方这狂轰乱炸 无论是45度的传中 还是下底的传中 他俩不怕正面 尤其是高球 没错 都让他俩解围 对 他俩是怕你打我渗透 打我脚底下 50时间应该也不会太长 阿玛杜又完成了段球 小摩托上场之后 确实没有太出色的表现 这球没有吹 维赛斯给小摩托 看小摩托到了右脚 他得换回左脚 他主角是左脚 看同类的传中 也没有传起来 误打误撞到陈谷脚下 再传回来 这在你后边的急了 马战今天有机会 继续力保大门不失 马上90分钟了 同类他让他踢左后卫 他还是变 右脚队员踢左后卫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下底下不去 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右脚球员 按道理来说 他左脚 不能说跟右脚一样 但是其实 一般右脚 左右脚都会踢 左脚他也能会踢 这个是最基础的 但是呢 纯左脚的球员 那右脚真的是 一点不会踢 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 对吧 下半场55分钟的时间 之前我介绍过这个记录 就是上海生花 之前已经连续两个赛季中超 首轮比赛都取得了开门红 如果今天再赢的话 三连生的将托 阿玛杜这一个大脚解围 这得有六七十米 如果说他们今天再赢的话 他将创造自己队史的记录 就连续三年中超的 节目战都取得胜利 而上海山呢 之前六年的中超 节目战连续取得了胜利 今天如果输的话 这一记录要戛然而止 这球传一下传都传不起来 费兰尼现在没办法 面对仨人 对因为现在肯定 现在是两个人防的 对吧 而上海山确实感觉这回 没有办法 就是办法不多 办法不多 小摩托来一脚远收 又这脚打得还可以 小摩托用它并不是擅长的右脚 这脚马阵碰到了 马阵今天已经完成了 四次扑就 五次解围 要不碰的话 还真不好说这个球 后点 二找菲兰尼 今天啊 这个蒋圣龙啊 跟菲兰尼啊 真的是 关键神花这边呢 就是 我换人 很有经验 对 大家换人来跟菲兰尼吵架 老弄弄不了 是 这也是故意 因为知道菲兰尼上 也有一张黄牌 先是蒋圣龙来 然后朱神杰来 这次换成马阵来 你看然后蒋圣龙过来坐手 说三次 他跟我们仨吵架了 就是说现在目前来看 就是说这个 菲兰尼在这个 这个威胁太大了 是 那这球 蒋圣龙知道 我实际上有黄牌 我不过去了 马上过来 说我没黄牌 但实话说 我觉得菲兰尼 这个赛季 目前这个状态呢 可能比上赛季呢 还稍微强这么一点 他可能准备期练了 所以练的还可以 上赛季呢 感觉是真是完全跑不动 上赛季 他关键有时候 他一回来 他可能要休息个几天 没错 还往里起吧 没时间了 93分钟了 古时最后两分钟的时间 对 你这还不往里起 往里往吊吧 然后抢二点 对 菲兰尼 倒地上 用头顶回来一下 然后再起 不要再传了 直接往里起了 还传低的 给的不错 陈谱 没有压住啊 要打的太离谱了 嗯 这个 啊 早些结束的比赛呢 河南队和成东中成 第一轮比赛是 战成了一比一平 天津门虎赛车和苍州熊之呢 也是一比一平 深圳是2比1 领先的青岛好比赛 上台山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呀 第二轮比赛转 对 铜雷 可以传了 还在给孙正浩 不敢传呢 我现在 为赛斯 会有人救主吗 传不起来 这是谁啊 马来来 这十颗吧 是刚才传中的是 张威漂亮 张威 从目前来看 我觉得要比马来来好 这两下处理的还是不错的 张威上赛季踢得非常出色 这赛季呢 包括我们说杨旭的离队 也可能出于张威在这个位置上 要给张威更多的时间 我觉得要多给他机会 其实这几分钟 我觉得他踢得还是不错的 今天给的时间确实太少了 还要给最后一波进攻的机会了 没了 那时候王哲吹响了 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这样依靠着无锡打击的 全场比赛唯一的进球 在2023赛季中超的 第一轮比赛当初 上海申花主场是1比0 战胜了山东泰山 这位他们的新股东 包括新球场都开了一个好投 这场比赛呢 应该说山东泰山这边呢 确实我们说需要组织的东西呢 比较多 而上海申花这场比赛赢了之后呢 连续三个赛季在首战当中呢 取得了胜利 也创造了他们自己队似的记录 队长无锡打进了一角 其实那个进球呢 实话说有一定运气的成分 但整场比赛来看呢 你说山花踢的有多好 不能说场面上也处于被动 但有的时候这就是足球比赛 不管怎样能全取三分 就是最好的结果 而张泰山这边 即便有更多的控球 更多的射门 但最终呢 没有能转化得分 被对方甚至零封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我们看莫伊赛斯 包括吉祥 这样一个新球场 虽然现在呢 今天这场比赛 只有两万五千人在现场住阵 但对于这两万五千名球迷 其实也是见证了一个小小的历史 我们看赛后呢 上海体育场 顶层的这个蓝色荣耀 蓝色荣耀 蓝色荣耀 是应该说非常震撼 就是让我们觉得这个球场 非常的国际化 专业的足球场 匹配上这种专业的 高级的高节奏的比赛 应该说我们希望呢 后边的比赛呢 有更多的球迷呢 能回到中超赛场 最终比分1比0 再后我们也是回到演播室 全场比赛结束 欢迎回到我们的演播室 再次恭喜上海生花 那由于下半场的时候 没有进球 所以现在呢 要给您来下起红包雨了 为了回馈来看比赛的 各位球迷朋友们 现在赶紧来点击一下 屏幕上的红包 看看红包打开之后 有什么样的奖品得到 我们来听 费南多的赛后顺彩 两场比赛的实力 总监